在招速县卡尔坎特草原 新入职的女骑警们正在进行骑术训练 上马下马控制江城掉头 这些看似简单的动作 年轻的女骑警们需要跟随队长指令 一遍遍地认真一期 沙尔斯妮鼓励加入女子骑警队还不到两个月 每天要在烈日下训练近三个多小时 因为跟马还没有形成默契配合 有时会从马背上摔下来 可坚强的她并没有因此而放弃 在日复一日刻苦努力下 如今她也能够骑着马上路执勤 对于她而言 女子骑警队不仅仅是一份职业 刚摔下来的时候还有点疼 有点抖 挺吓人的 从晚上看到那些姐姐骑马的视频 我感觉挺帅的 就过来加入这个队伍中 加入以后才发现 这个不仅要帅 还需要一份责任心 这段时间也是昭苏的旅游望景 在景区路口的各个角落 随处都可以见到女子骑警队在疏导 拥堵路段交通 帮助游客的身影 她们骑在马背上直前的 赛爽分子 更是吸引了一大批游客前来拍照 也给昭苏县增添了不少亮色 这支女子骑警队从2013年组建至今 已经有十年的时间 她也成为了当地的一支特色队伍 由于昭苏县草原木区较多 如果出警遇到车辆不能通勤的地方 利用骑警可以很快到达 他们也解决了很多牧区群众的 疾难仇判问题 建立初始是因为我们出警辖区 多数地方以牧区为主 车辆不便通行 马匹也能够是最快最便捷 能够完成该项任务的工具 招数自古以来就有天马互乡的称号 我们也希望通过招数骑警队 能够对天马互乡打出一张亮丽的名片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